現在台灣醫療的水準 在全世界已經有非常好的口碑 不但支撐了台灣的全民健保 為世界所共同肯定 而且在許多領域都獲得令人注目 而且高度推崇的成果 其中在座的各位醫療方面的先進 可以講有很大的貢獻 我們邱署長他領導的台北一大 和他的醫院的團隊 基於他本身在國內 在美國 在日本 都受到最高層的 現代化的醫療 學術的熏陶跟深造 所以他也有非常開闊的視野 非常堅定的使命感 願意放棄很多 不是公務員能夠獲得的待遇 然後到公務員的系統來 我非常欣佩邱署長的這種使命感 我也相信他一定能夠 同張理事長一樣 同我們國內所有的醫療的同仁 都共同的發揚 醫者父母心的這個精神 尤其我們台灣現在少子化 一方面又高齡化 少子化就造成兒童醫療方面的需求 就更為殷切 更為重要 因為我們種出來的樹比較少 每一棵樹都要讓它很健康的成長跟茁壯 每一個兒童都是我們父母親 長輩家庭裡頭的這個寶貝 我們一定要大家同心協力 讓我們從兒童就讓它非常健全 馬總統非常重視對兒童的福利 所以現在對於育嬰價甚至於安胎價 都有大幅的這個改善 而且五歲的學前的兒童 在就讀幼稚園的時候 公立的免除他的學費 就讀失利的也有三萬元的這個補助 就是希望能夠降低養兒育女的負擔 從而大家樂於結婚 不是樂於結婚的意思 樂於結婚 然後怨聲 然後又能夠養 塑造這樣的環境才能讓中華民國的國力 不斷的一棒強過一棒 所以在這裡一方面對所有獲獎人 表達誠摯的祝課 對於主辦單位的用心 還有評審委員的嚴謹 其中有包括我的同學 李妮絲在內 大家都用這樣的心 讓兒童醫療貢獻獎 成為台灣非常令人珍惜 跟尊敬的獎項之一 恭喜大家 謝謝大家 祝福各位健康幸福愉快 謝謝 謝謝